消防員在堆積如山的廢墟上 小心地將遺體送下 因為這棟公寓遭到飛彈直接命中 在室內的居民根本來不及逃脫 俄軍當地時間30日 對烏東盾內磁克的三座村鎮 發射6枚飛彈 而軍烏克蘭官方說法 有好幾名平民傷亡 澤倫斯西近期一再提到西方國家 軍援烏克蘭防空系統的重要性 他表示目前俄羅斯 仍然有完全的制空權 而前線戰況不但陷入焦局 甚至有開始出現俄國反攻的跡象 俄軍表示一隻散兵師30日 對札波羅勒地區發動猛攻 而前一天也聲稱 收復了一座巴赫姆特地區的村莊 雖然拜登政府繼續承諾 提供烏克蘭必要的防御措施 但澤倫斯基仍在一場訪談中坦承 西方國家明顯已經將重點 轉移至中東地區 鄭重俄國下懷 而被問到為什麼不考慮和談時 他表示在2015年的明斯克協議上 烏克蘭曾抱著潛意和俄國和談 但俄國只要一從上場戰鬥中復原 就會繼續進犯他們 因此只有確保烏克蘭保持主權 與領土的情況底下 才有機會和談 環宇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問及時掌握全球時事件 請問及時掌握全部